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谈怎样增加绿卡批准机会 我们此前也有类似的内容的这种视频 但是情况在不断的变化 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一些更新 我们今天会谈到职业移民 也会谈到亲属移民 我们先说职业移民 职业移民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的失业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虽然前一段听说有好多大公司有lay off 总体根据统计数字 美国的劳动市场还是相当tight的 失业率比较低 这一点对于办理劳工证 办理雇主支持的perm绿卡是有利的 如果失业率很高的时候 劳工部当然也会相应受到压力 对于绿卡批准会更多的有保留态度 那么如果说失业率很高 这个公司说我找不到ready able and willing的美国工人 来做这个工作 这个说服力就不够强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现在仍然是相对有利的 办理这个perm申请 我们看到的劳工部 移民局要么就直接批准 要么有的时候是在一些程序上提出一些要求 但是目前还比较少有audit 至少我们还比较少遇到 然后没有说劳工部说 我不相信你们找不到美国工人等等 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所以这方面形势还是比较有利的 那么个人申请的EBYA NIW 说作为科研人员专业人士 这方面怎么样增加绿卡批准的机会呢 我们看到现在有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人 他夺列出了一些证据 说表面上符合了这个要求 但是他更多注意力重点放在了形式上 而不是内容上 我举个例子 就像比如说上大学 那我一早上就到教室里面去站座 我站了一个好的座位 然后我就在座位上睡觉 那我不听讲 对吧 那这个当然没有用处 有的人呢 这个叫舍本逐墨 那你过分注重形式了 说我占个好座位 好像说这个就神秘的 我就达到了学习的效果 那不是这样的 那反映到绿卡申请上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说有的人说 我罗列了 你看我有论文发表 我有被引用的记录 我有审稿记录 那我符合条件 为什么我的申请没有批准 那所以这方面呢 那你要想到 你这个证据是为了什么 对吧 从这方面 比如说呢 有的时候移民局讲到说 那你这个人他提供了这些材料 但是你这个材料说明了什么呢 那你想比如说以BYA为例 大家都知道要符合至少三项条件 那每一个申请的人 他表面上都是符合这几项条件的 要不然他也不会申请 但是移民局不会批准所有的人的申请 他也不会拒绝所有的人的申请 那怎样能够增加批准的机会呢 那你需要说明我这些证据 它的目的 它说明了什么 比如说我是一位科研人员 我列出了这些论文 那我有一些科研术语 我发表了文章 然后在某某影响因子比较高的期刊上 这说明什么呢 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那你需要一个描述 我做了什么科研项目 这个科研项目 比如说它的意义在哪里 它的难点在哪里 我通过什么样的办法 解决了问题 克服了困难 然后我这个工作 有什么样的客观证据 发表在什么样的期刊上 得到了大家的怎样的引用好评 引用也是一样 罗列出来 我有200次300次引用 这还不够吗 那仅仅这个是不够的 那你需要描述 这个引用代表了什么 对吧 为什么我们要有引用数字呢 需要表明说 我这个工作对于本领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其他人注意到了我的工作 他引用了我的工作 我们举的例子 citation的example 不需要很多 但是你需要强调突出重点 不是说这个引用只有一个角标 而是找出来 你看其他人 他依赖了我的工作 在我的工作基础上 做出了新的发展等等 所以总之呢 你需要描述 这个我解决了什么问题 那很简单 举出一些例子 比如知名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 杨振宁 霍金 那我们想到的一般都是 他提出了什么理论 解决了什么问题 而不是说 哎呀 这个人发表了1000篇论文 好了不起啊 对吧 那不是这么回事 那对于 知名科学家以外 这个一般人员 也是这样的 那你不能仅仅 罗列说 这样数字上的成果 那这个有的时候 也很难比较 我是纳米科学家 我有300次引用 哎 边上那个人是生物科学家 他有350次引用 那你说让移民局 批准谁 不批准谁呢 你不能仅仅 列出这些表象 那你要想到 这个后面的道理 要解释我做了什么样的科研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 我解决了什么问题 对本领域做出了哪些具体贡献 然后呢 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其他人是怎样高度评价我的工作 那么前面讲到的呢 都是职业移民 那么关于亲属移民呢 也是一样的 有的人说 你看这个移民局没要这个证据 那我就不提交了 是吧 或者说 这个我就日常的罗列一些 这些材料都堆在一起 那移民局你自己去翻吧 去找吧 就行了 那不能这样 你要增加说服力 给移民局更好的一个批准 你的申请的理由 所以呢 你需要讲到 那我有这个照片 照片说明了什么 合影照片 那么说明两个人的关系 那我有这个银行的账目 这个statement的对账单 这说明了什么 对吧 那么要么是说明这个人的财力 要不然那是联名账户 也说明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那有的人说我临时开一个账户 或者我有一个账户 但是放的那就没有任何活动 那这些呢 有的时候就失去本来意义 或者同样的啊 有的人说两个人没住在一起 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证明夫妻关系了 那也不见得 那有两个人 那有两个人比如说一起旅行啊 或者是共同的报税记录啊 等等也可以 但是你需要有个理由来解释 对吧 那有的人说我们为了更好的事业发展啊 就分居两地 这个可能是 这个不说中式思维 这也是过去的 那现在中国也不是这样了 对吧 那你这个需要更多的突出家庭关系 那如果说那个我挣钱是第一位的 家庭关系无所谓 那你可能有意无意的啊 对吧这个给出了这么一个趋势啊 是吧 这么一个隐含的意思啊 那这个可能不太好 对吧 那你需要更多的解释啊 比如说那你可以把球踢回去吗 可以讲到因为现在绿卡还没有批准啊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 因为工作机会有限等等 那至少这个呢 就比说我为了pursue更好的事业发展 我就主动的分居两地 至少要比这个要好一点 当然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 那相应的来说明 但是另一方面呢 那你既然希望绿卡申请顺利批准 那你需要突出对自己有利的地方 还有呢 一点就是说 尤其在亲属移民中 有的人呢 比如说有财力担保方面的问题 有的人有过去签证身份方面的问题 这些呢都不是不能解决的 移民局呢 并不是僵硬死板一成不变的 还是有相当的灵活性 那如果你能够解释啊 我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我的申请有一些瑕疵 我过去个人的历史存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有的人有OPT挂靠 有的人有提供了错误的信息给美国政府 有的人有身份过期 有的人有这个表格填错了 有的人有这个资金方面的问题 等等都有可能有这个解决办法 还有一些人有家暴啊 或者是别的 比如说违法记录啊 这些 还有像组织成员身份啊 等等 那这个呢 都是可以有解决办法的 要么呢 你可以描述 解释 澄清 要么呢 你也有可能办理豁免啊 机会还是很多的 但是呢 那你需要认真准备 那有的人比如说 一开始就搞得比较乱 那么移民局 他也有一个这个印象嘛 这个也会影响到判断 显得这个人你自己的申请 你自己都不够认真 觉得移民局会怎样对待呢 好 那我们这里呢 讲到了亲属移民和职业移民的情况 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的是2023年 谈怎样增加绿卡 批准的机会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